我经常会见缝插针的想聊 但是一般就不会说出来 因为我是一个对自我语言要求比较高的人 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说的话不行我就不说 那我有的时候又突然想聊聊人生 我觉得吧人生就是为了爱 然后这句话听着就很 圣母或者就很无语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语言和想法 就拉出一种纵深来 不要那个局限在一句话本来的意思上 就是其实语言是一个深 它是立体结构的 就是这只是一种比喻吧 就是比如说我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我把一些话 它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抛弃 然后我自己赋予别的解读给它 然后从此以后我对那句话的理解就是一个双层结构的 甚至有的人可以多层结构 这就很有意思 我觉得并不是一种游戏 然后特别是在一种 涉及到什么爱与价值这样的领域 更是这样子 就是你一定不能太单一的去把那个语言 不要寄托在那上面 比如说你对爱这个词的理解 是不是一般人说到这个他就会说 有几种类型啊 或者是什么程度啊 或者是什么对象啊 就是他有很多种 他想的大概就是这几类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对他本身这个字 对他 所指的那个内核的东西也要有一个层次 就是说 为什么我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爱 不是说要给别人提供价值 还是说要关于你自己是谁什么的这些 我觉得人活着本身那个过程 它就是爱啊 就这种爱的那种理解 是跟一般意义上可以不一样的 就是说 所谓的关心则乱 那个关心不是说 我只在乎你什么疼啊热啊冷啊之类的 这个关心就是指向谁啊 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 跟你有仇的人也会关心你嘛 他不一定非得是那种正面意义的 这种关心就是指向你 那人活在世界上 他就是指向了一个 他的想法 他的那种精神 就是指向了外部的所有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认为他就是一种关切 就是无论你是说 你今天的状态好还是不好 你对外界的一种评价 有的时候你想隔绝 在外部世界只想自己待着嘛 躺着 甚至是希望自己睡过去之类的 但你还是切断不了 你跟世界的那种观点 有的人隐居 跑到岛上 跑到山里 他还是 他以这种方式 不是更关切整个世界吗 因为他就是已经到了一种 不想跟你们打交道的程度了 那可见他的 对吧 就是人家说大隐隐于事 就是这意思嘛 就是其实你要是 真的去隐居的 或者你在物理上时刻隔绝开的话 你其实还是特别关切这个世界 只不过你烦 就要你这个隔离开 然后大隐隐于事呢 他也是 就是能耐更大一些嘛 你能够 在这种洪流当中 还能够把自己给融进去 或者是保持一点点距离的那种 我觉得人活着就是为了爱 就是因为 如果你不是为了爱 或者你不爱的话 你就是行尸走肉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关乎于你的存在了 就是你这个人 那你如果不是为了爱 你可能是为了什么 不可能为了别的呀 只不过 为什么很多人说 这个爱后来被赋予一种 特殊的具象化的 就是比如说你爱谁是谁 你爱某个对象 然后你爱还是不爱 然后爱的程度深于浅什么的 这些都是把它给 就是它内核之外的那些 其他扩散出去的东西 大家再讨论 因为那是具体的一些关系了 如果说不这么说的话 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爱 他能为了什么 他不可能为了任何东西活着呀 因为他的活着本来就是偶然的嘛 他自己在存在之前 他又不知道他要活着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只能是为了爱 然后有的人说 有的人感情淡漠 对一切都不关心 是那种设恐极致的一种 避世的或者甚至是一种 极度冷漠吧 那种状态 其实他那种极度冷漠 也是造就的 也是有原因的 也是因为他在 他的那个结构受损了 或者是他有一些 他只是不一样 但他还是 所以人活着就是 所以当人活着 每天吃饭 然后赚钱什么 应付一些事情之外 你最重要的东西 还是你的精神体验 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事情吧 如果我这么说的话 有的人就会说 那你这是不是在导向一种 虚拟的现实 就是虚拟现实 是不是就可以 从你这个地方拉出来 我觉得吧 这个东西是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你现在处的世界 是一个现在的咱们的 这种日常的世界 它是存在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所有人都 你从对时间的感受来说 你每个人都是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 那你觉得虚拟了以后 就是一个变革很大的嘛 就想一下都觉得 包括什么赛博朋克 你想一下都觉得很恐怖吧 或者会担忧 有点担忧 有一些有钱的 有掌握很多资源的人 他可能很兴奋 但是对普通人 他可能会有担忧吧 会不知道自己会到一个什么位置上 但是总体来说 他这个是一种 你没办法左右的事情 就是特别当你是普通人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左右 这个世界将来要发展成什么样子 所以如果将来真的会 有这么一种趋势的话 那其实你也只能是 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都是被迫的 都是一种被动的 那你来到虚拟世界的那种未来的年代 不也是一个过程吗 但是无论怎么样 最重要的不还是你的精神吗 这不是更印证了 我说的那种 就是你的精神体验 你活着一切就是我的爱 然后这个爱就是一种 对外部的关切 就是你的精神体验 然后精神体验 它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嘛 就是当它达到一种 感受的极致的时候 其实你会 你会沉溺在里面的 就是 然后你更 更能强烈的感觉到 你活着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了这个 就像是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 有每个人和自己独处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 小秘密 这个东西吧 你不太好跟别人说 但是你自己 你一直都知道 这就是那个时刻 就那个时刻呢 有的时候是似曾相识 有的时候是 它是你心里的一种 找回自己 充电的那么一个状态 就像我 十来岁的时候 我人生最引以为傲的 一件事之一 就是我学 骑自行车 我学骑自行车 从来没有摔过一跤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 到现在为止 我特别牛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你不摔两跤是学不会的 你不喝两口 那个海水是学不会游泳的 就是类似于这种 前辈教你的话 那我当时是听到这种话 但是我还是不想睡觉 然后我的方法就是 我家旁边有个小的篮球场 它也没什么人打球吧 每天到了棒棒的时候 我就去那边 一圈一圈的骑自行车 但是我不是在座位上骑 我是在后座位上骑 你会能想象那个动作 就是因为你在后座位上骑 就很安全嘛 如果不平衡 你就可以随时的用脚支度 然后就是这样骑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已经完全适应那个平衡感了 然后我有一天突然 把自己从那个后座位上 拉到了前座位上 就这样站起来了 然后就站起来了 然后就会了呀 就完全会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那个 甩脚的体验 所以后来 我还看到很多人在那 喋喋不休的说 一定要什么 有个人在后面扶着 然后突然他一松手骗你 然后你啪就摔了 你就很恨他 其实他是在帮你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是不是笨 就是你们自己不会探索嘛 但我不是在扎着他们 我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 我因为这个事情吧 我就获得一种自己独享的一种moment 就像那王自如说的 就是 我从此以后获得了一种内心的 安定 就是很多时候我遇到事情都不会去听别人怎么说 就我隐隐的会有一种感觉吧 但不会每次都想起这个事啊 就是 就可能会有一种 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我就会觉得 我还是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去做 然后我不太相信 别人说的东西能囊括所有的可能性 就还是有一种 而且我喜欢自己做完的这个过程 让我觉得更踏实 就是更有把握 也更满足吧 就是哪怕说 我可能 我肯定 也有可能是错的嘛 别人说的是对 你又不听 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我自己 然后我喜欢跟自己待在一起 不喜欢跟别人社交 因为我觉得社交是 在我看来是一种 消耗我自己去满足别人 就是因为是内向型人格 但我觉得内向型的人特别好 就是 可能就是 它就是两种类型吧 我觉得内向的人是非常坚定的 非常能从自己那儿得到养分的 就是有 当然有的时候你也会跑偏嘛 你有的时候会负能量一些 但是你只要足够的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 你要把精神体验 精神的那种富足放在第一位的话 你那个内在的东西 就是一个无尽的弹药库吧 或者就是无尽的宝藏 你可以待在里面 很久很久很久 不需要任何人来 给你提供什么养分 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源泉 那这种感受特别好 就是很幸福 自己就特别幸福 就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 我虽然不愿意这么说吧 因为我平时生活里 不会一直想到 那个篮球场的小事情 但是现在要讲的话 如果打个比喻 就像是 我 当我在那一圈一圈 骑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很迷茫 我也不着急 我也不觉得 我会失败 我就是什么都没想 我就是当时单纯的想法就是 我好想学会骑车呀 但是我不想睡觉 我就先这样吧 但是没想到还真的 这个方法就成功了 因为我就是很愿意 我很喜欢 我希望我能会骑车 但是我不是不会吗 然后又不敢 不敢像他们说的那样去摔 所以我就只能这样 先这样 接近的一种状态 但是满足一下 骑车那个瘾吧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就是 它是一种无意间的 但是 所以我后来还是挺乐观 就是说人生很多时候吧 有的时候你 你觉得每天 好像挺不满意的 就是有点迷茫或什么的 这个状态是一个多余的状态 就是 你其实人生导向最重要的事 是你的行为嘛 那你在行为的时候 你会伴随一些想法 那些想法都是多余的 那些想法 它不会给你助推 也不会给你什么 你要是什么都没想 就像我说的 你要就是找回一种 最开始的 你只是想过过 骑车的影 那种感觉 就是你不为了任何别的 你做这个事 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本身 然后不想别的 反而就能够 就因为谁也不能探索出 整个宇宙的密码 你没有办法控制全世界 也有可能你骑了一个月 都发现成功不了 对吧 那就是世界规律的问题 那可能是肌肉 什么平衡的那种问题 而且也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 可能我天分比较好吧 就我后来发现 我学开汽车的时候 也特别快 而且我去学驾照 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说 假教教练很凶的 现在女生怎么怎么样 我也 我多少有点自我怀疑过 但是我去了以后才发现 碾压型的简直就是 就是考试基本就是 我好像1617年那会儿吧 那会儿都全面机考 然后我所有科目 基本特别最难的 那个科目2的那个机考 一遍全满分过 而且学的过程中 我也是挺轻松的 就我后来都是去了以后 跟那个教练 我们俩就聊天了 就不怎么练车了 因为感觉没什么可怜 所以后来都是打卡 混时间的那种 所以 嗯 就是 我觉得不要太把别人说的那些 当回事 就是自己 专注在那个事情上 那些 如果当前的事情 不是你想做的 也没关系 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把身体 弄得健康一点 就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 而且 要把身体照顾好 这是我的经验 就是我是那种 我有的时候会痛哭流涕的 然后 然后大概哭了半小时 然后突然觉得 嗯 今天还没有吃饭 然后就边哭 边给自己点了一个外卖 还有在那上面选各种好吃的 就是我绝对是那种 就我看那种人 抱瘦 什么痛苦 我觉得 他们就不会哭着给自己点个外卖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不吃饭呢 我是一定会吃饭的 因为我要点了外卖之后 我要把这事解决 我要吃这个饭 然后我再继续难过 就因为我认为这个难过 它是一个 嗯 它不能影响我吃饭呀 就是我还是可以吃饭的 而且我 我这事很重要 而且 要做好体检 就每年必须要体检 还得 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然后那个 还要锻炼身体 就是年轻的时候可以不用 但是你要是逐渐觉得自己 比如说你熬夜之后特别累了 你就证明你不行了 然后就赶紧去 适度的做一点运动 就是 我的观点就是说 人活在世界上 是为了精神体验 那另外就是有很多事情吧 你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你一定要 把那些多余的想法抛弃掉 然后把身体照顾好 然后就按你自己的感觉来做 不要太相信一些那种 别人的指导 那些东西吧 如果你 就是它不适合你的话 你走不了那个路线呀 就是 而且你又不敢 哆哆嗦嗦的 然后就像骑车这个事一样 它只会徒增烦恼 还会让你更危险 就如果你实在觉得 这个事情很害怕 干脆就不要做了 或者你就维持这种状态 等待也是一种美德 我觉得等待是对规律 和命运的一个尊重 一种敬畏 就是你 我觉得感受命运这件事情 还挺浪漫的 其实 并不是什么 有的人会说什么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好奇怪 他们为什么迷恋这个克苏儒呢 我就不懂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说迷恋命运 迷恋那种古希腊式的 美感的那种命运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那个是 我恰恰觉得 那个是你精神体验的一种需求 你才想去迷恋那个东西 而且这也能反补到你自己 带来一种安全感 可是克苏儒那种玩意儿 也许他们本质上有点类似 但是我是接受不了 就 嗯 我只能把它理解为 可能有的人 有点扭曲的 沉醉在对命运的匍匐下 但是我理解的命运是 温和的 它是 它像那个画卷展开 它不是一种什么 大章鱼要把你怎样 这个 可能跟我本人的 世界观有一定的关系了 我觉得我偏 嗯 其实我很多时候很多想法是 我始终还是相信真善美的 就包括看一些作品什么的 我都是 不由自主吧 嗯 我依然还是相信真善美 就 你跟我说那么多什么 呃 这个男一号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很成功 他狡诈 但我觉得那个男二费柴的真善美 我觉得还是很喜欢他 就像看这个绝命读读诗 就是这样 我 一开始是讨厌那个 那几个傻白天的角色 但后来我 我看了四五遍以后 平心而问 想想 这个事情 我还是喜欢真善美的角色 可能这是一种需求 我觉得世界的那种规律 和你内心对情感体验 精神体验的那种要求 是不 不相矛盾的 就是 其实他们是平行状态的 就是说 特别是人和人之间的事件 他没有绝对的真相 那个真相一定是你自己脑海中构建出来的 就是罗生门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 开上帝视角的真相 如果你真的能开上帝视角 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是真善美的 但是这没有意义 就是在那种 世俗层面上 大家一定会争一个 说 到底这个事 责任是谁 谁的错 但其实可能 你从每个人的角度出发 都会有一些冤屈的地方 也有一些 做不到的地方 局限的地方 就是 凡是这种事吧 我就在想 你就代入你自己 如果你不能做到 你就可以 宽恕一下别人 就不要说 好像总是在要求 要求别人做到一种完美 最后就是我觉得 有天分的人一定要去读点哲学 但是这个天分不是说某种什么 智商啊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敏感度 如果你觉得自己爱思考 而且有敏感性 就是 比一般人都敏感 不管在思想上 还是在情感上 我都觉得应该读一下哲学 它会让你整个人 不一样 就是会 超脱于你平时的生活吧 然后突然又 最终你肯定会回到日常生活 因为你会发现 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是哲学里面 什么都没有 它只是一种体验 就像你去捋了趟油一样吧 那种感觉 然后 但是你捋完油之后 的收获不都是在你心里吗 其实也不会说 给你个礼物啊 或者 你就多了什么知识 或者多了什么 可以拿来谈的 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 它就是一场无 就是一个 就像什么 发出了一个信息 又撤回的 那么一个感觉吧 那我就不比喻了 然后我觉得 但是呢 一定要 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你在不管读 什么的时候 都不能太相信 别人的解读 就是你自己去感受 就行了 我就是一直 我无论看书 还是看电影 我都特别野蛮 就我的心里 有一个很野蛮的内核 就如同我说的 骑自行车 那个事一样 就是说 如果我自己觉得 这个事情感觉 就你讲的这个 我觉得不太行 就我不太能接受的话 无论你是什么 大人物 还是你有多厉害 还是说 这东西已经被全世界的人 都给公认的一个什么 我就是不接受 就是我自己内心 有一个特别强的内核 这是我为什么喜欢迪迪 因为我觉得它 看起来 似乎也有这么一种劲 但是我不太清楚 就是 它因为人家的那种人生 我没有资格去体会 年少成名那种感觉 但是呢 我觉得它性格 还是有股劲的 就是 特别当时 它在那个 18岁 19岁那会儿 真的是能感觉到 非常自信吧 非常的 就自成一派 绝对不会说 它不像一般的那种 大家说乖的那种小孩 它长得很乖 但是乖小孩一般都是很谦逊的 就是 谁也谁说的对 然后就 一开口 爆出来 全都是什么 长辈老师 领导 什么 父母 家人 亲戚的名字 那就是乖小孩 但是它肯定不是这种 它是 看起来春风话语 就是非常的 牵合 很乖巧 但是其实内心是 比它实际的年龄要成为成熟一点 但是它到了后来 感觉又像是天真了起来 就是这个人 它那种 真的有一个人给我弹幕说 看我那个少年云迪的时候说 这个时空交错 在它身上的感觉很神奇 甚至让我想起那个 本杰明巴顿骑士 就是它生下来的时候 很老的样子 年轻的时候又老气 少年老成 那后来到了这个 别人都开始纷纷的怎么样的时候 进入了一种中老年的时候 它反而就变得非常 烂漫 非常 开始任性了起来 有很多 但那种任性 我觉得是正面 是包一词 就月性 或者叫 随性 这个词都很烂 就比较 innocent 开始 其实也就是 本来就活得挺明白 那么后来就活得更明白了 我觉得是这么个评价 就一直都活得挺明白的 我觉得 有一些人呢 他 就是 很多人他面前面临着很多种选择 有一些 他都有一些风险收益笔 之类的 那我觉得 为什么我说他活得挺明白呢 就是 他没有任何 想要去 昧什么 或者是 换点什么 这种想法 我觉得他一直都很 明白 其实就明白在这儿嘛 就是说 不掺和那些事 也不贪 也不 也没有什么 那种 杂念 心无跑物的 对 然后把那个精神体验 还有那种享受 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这个我倒不觉得是一种什么 这就是一种善待自己吧 也算是一种什么 就是我说的那种人时间 你来的一趟 你还不 让自己周围充满你喜欢的东西吗 难道你要自找苦吃 是为了什么 本来你活着就是为了 应该是为了自己的 否则你不就成了一个 用什么一生的血泪 去换一些什么 别人的评价 那不就活成一个笑话 非常荒唐 有的时候说 你认为别人是笑话 其实 自己的人生 才是最大的笑话呀 就算没有人知道 你最后 还是违背了这些了 这个我就是说 这个一定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了 我就坚定的会认为 他那种是不对的 就是 但是他那种人一定也会认为 我这种说的是不对的 他觉得你们这种人 毫无追求 然后 其他的大词我就不说了 就是说那种 那种为了别人的评价 可以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快乐 一辈子的那种 连自己的那种意志都不能表达 连自己的 他甚至不能跟自己待在一起 因为他不诚实 对自己不诚实 那样的人他 他肯定也不会认为自己的人生是笑话的 否则他早就崩溃了嘛 他肯定还是觉得自己自我感动的挺伟大的 这个就是我就觉得 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我看他们和他们看我 廖青山见我英如是 两边都是相看良相厌 都是根本就不是一类人